1月26日嘉兴高速交警在例行检查中 发现一辆越野车有超载的嫌疑 一询问驾驶员竟然还是无证驾驶 1月26日早晨6点多 在滬坤高速公路同乡收费站 高速交警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时 一辆越野车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这几个人啊 这好像人比较多嘛 来来来 加上行动站 后面有123 五六七 后面就几个人了 民警经过清点 何载七人的车竟然坐了9个人 在核对驾驶员及车辆信息时发现 驾驶员吴某竟然还是无证驾驶 据吴某交代 车上坐的都是他的工友 他们从同乡出发 前往海宁一工地干活 让人意外的是 当时车上有三名乘客是有驾驶证的 而吴某居然冒险 无证驾驶上路 拿上方向盘的时候你没驾照你总知道吧 你自己有没有驾照你清楚了 拉个我是知道的 就是我们好些实在没办法 好些时候实在没办法 要不然拉个我 怎么叫实在没办法 你车上有三个有驾照的 怎么轮也轮不到你 随后民警让驾驶员联系了其他车辆 转驳车上人员 而吴某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将面临2000元以下罚款 可并处15日以下拘留 记者刘芳芳编辑报道